这种设备到底它可以给我们带了多少收益呢 你知道吗 我们家里的宽带是可以帮助我们赚个零花钱的 这三台设备是我在我自己家里边挂的 这台就是这次给大家介绍的超级厉害的新产品 它的收益是一台顶三台 下面我们去手机端看一下它的收益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我目前的收益 目前我是在线的设备有6台 然后今年不到一年的收益 目前就是大家看到的1500 每天大概就是5元左右 相当于每天在余额保存了大概10个W左右的一个每天的收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每台的收益情况 这一款OEC的产品 目前它的收益肯定是最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挂机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收益记录 这台OEC我目前123456 一共是挂机6天 然后前几天的收益还是不是很稳定 前7天是一个缓存的部署期 后面的收益应该还会在网上涨一涨 收益也会更加稳定 我挂的是一个500G的一个固态硬盘 因为我家里挂了三台 我家里挂了这个OEC之后剩下的两台它的收益都比较低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是现在是8毛 之前的这个收益呢 大家可以看到最高可以达到1块8 但是正常情况下都是在1块多一点点左右 这个是在老家最近几天挂的 这是第二台 剩下的这个是在朋友家 在朋友家的这个呢 就是目前一共是450了一个收益 然后大概每天也是1块多一点点这个样子 这个设备是什么呢 就是网新云 那网新云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啊 那到底网新云它是个啥呢 简单来说 网新云就是共享我们家里的这种闲置的上传贷款 那一般呢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下载 这个下载数据呢比较多一点 那上传呢我们是几乎不用的 当我们在家庭网络当中呢 挂上这些网新的设备之后呢 这些设备当中呢 就会呢有很多比如说热播剧啊 比如说短视频之类的这些啊 视频文件啊这些数据 当我们周边的这些小伙伴在刷短视频 或者是看剧的时候呢 就会就近取材 这样呢也会减少这些短视频 或者是视频运营商的这些服务器的压力 而我们挂的这些网新云的设备呢 网新云平台呢也会给到我们一些奖励 大概的这个原理呢就是这样子 那你加持多少的上传速度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测速软件的一测就知道了 那今天呢 我收到了网新云正在内测的一款新的硬件产品 那这个硬件产品呢 它是可以满足我们家庭当中小于100兆上传带宽 那这个使用场景 我觉得是特别适合我 所以呢我就整了一台 CPU是ARM4核 2G内存 8G的25M USB3.0 SATA3.0 好这就是这台设备了 我们撕膜 网新云的那个标志啊 上方这是一个散热孔 下方这也是个散热孔 这就是说明书了 然后这个电源非常非常小巧的 12V2A的 还带了一根网线 这边呢有一个开锁和这个锁住的这个标志啊 我们往外推一下 好的 好 那这个里边呢 就是一个放硬盘的地方 这个设计真的是不错呀 还要给你有个提示 正面朝上 里边还有一个Type-C的接口 但是这个赚钱宝三代 如果想要接的话 就需要用到这种一曲线啊 然后呢 我就用这种蓝钉胶 之前用这种蓝钉胶一粘 粘到上面 然后呢插上去 然后我就是一直这样在这挂着呢 直接呢 把它插进去 正面朝上 好的 好 那这样的话硬盘就放进去了 OEC的大小呢 只是比赚钱宝三代呢 稍微夸那么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放进一个硬盘 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 原来这边的这种散热孔呢 是为这个硬盘散热来设计的 这个是赚钱宝三代网口 两个USB2.0 还有一个HDMI 这边还有一个SD卡 OEC是USB3.0 网口DC电源 这个呢 是我们要扫码绑定设备所使用的 目前网新云呢 加上马上要推出的这款OEC的产品呢 一共有三款硬件设备 那第一款硬件设备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这种赚钱宝三代 这个已经很久了 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如果你再加上这种官方的返利活动呢 几乎就是零元就可以获得 它可以满足我们上传带宽在30兆左右 还有一款呢 就是前段时间推出的一款叫OES 它的性能呢 比较强 它的价格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上次我看到官方它的一个福利售价 好像是899 但是呢 它还会有一些返利的活动 那这种性能呢 比较强 比较适合呢 就是你家的上传速度呢 已经达到了100兆以上的这个上传速度 它的性能呢 相当于10台赚钱宝三代的这个性能 还有一款就是我刚刚拿到的这款OEC 它的性能呢 适中也介于OES和赚钱宝三代之间 它相当于三台赚钱宝的这个性能 它的使用场景呢 就是这种千兆的宽带 它上传速度大概就是在100兆左右 或者是低于100兆的样子 我觉得就相当于我这种情况啊 价格呢 原价是499 发布会直播的优惠价呢 是349 带福利购的话 每个月呢 有10元的一个返利 然后返12个月 相当于返了120元 到手的话相当于229的这个样子 这种设备到底它可以给我们带了多少收益呢 我看到网信云官方上面有一个来测测你的收益 然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测速 也可以用这种测速软件来测速 这边呢 只是显示的一个上传贷款啊 那比如说我家大概就是60兆的一个速度啊 那电信的跟联通的收益是一样的 移动的可能它的收益稍微的低那么一点啊 这个上面显示的收益呢 只是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设备的收益呢 会是因为地区运营商设备网络条件呢 是有所不同的 现在呢 我们就来上机 让它开启赚钱模式 那首先呢 我们在网信云官方或者是应用商店当中呢 直接搜索网信云APP 然后呢 就可以下载了 下载完之后注册登录一下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闲置的这种硬盘 比如说这种2.5英寸的这种 笔记本拆下来的硬盘 或者是那种固态硬盘 都是可爱的 然后呢 给它通电 它上网线 用网信云APP当中的这个 扫一扫 直接绑定我们的设备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设备的这个在线的情况了 第一次绑定的话 它可能前几天 属于一种部署期 说人话 就是前几天它会在你对这个硬盘当中呢 去下载数据 之后的话 它的收益呢 就会比较稳定了 对前几天的这个收益的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 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其他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 那如何提升这个收益 其实网信云这个APP当中呢 也有相关的这个资料 以我的经验跟大家来说一下 首先呢 就是说你家最好是有公网IP的 因为我家是联通的 所以联通呢 它是自带公网的 我也没有去申请 如果你是电信的话 可以打电话给这个客服 或者是那个安宽呆的师傅 直接让他给你改成公网 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是你需要在你的光猫 或者是这个路由器里边 开启UPNP的这个功能 第二呢 就是你在使用硬盘的时候呢 尽量使用固态的硬盘 经过我的测试呢 固态的硬盘要比机械的硬盘 它的收益呢 要稍微的高一点 这个设备再加上一个硬盘 它的功耗大概是在5瓦左右 按照的6毛钱一度电的话 大概一个月就是2块4毛钱的一个情况 提现的话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好像是每周二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点击那个提现呢 就可以提到你的银行卡里边 或者是支付宝里边 还有就是 是不是我们想要挂网信云 就必须的买这种网信云的硬件设备呢 那其实不是的啊 然后我们挂网信云呢 其实还有很多种形式 比如说呢 NAS小星 就是直接呢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的NAS里边呢 去下载一个软件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配置 然后呢 就可以享受一个网信云的这个收益了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手里有这种闲置的N1盒子 那它也是可以直接呢 把这个刷机包刷进去 然后呢 挂硬盘也是可以的 同样你也可以在软路由当中 比如说iStore OS 它里边呢 就有这个网信云的这个插件 同样你可以在ESXI下载这种网信云的系统 同样呢 网信云还有这种Windows电脑版本 只不过呢 你这个Windows电脑就需要一直开着机了 那这种呢 如果你的电脑的功耗比较高 那我就还是不推荐这种 还有就是跟这次内测的OEC的产品呢 也一起推出了一个叫手机宝的软件 这手机宝呢 就是利用我们闲置的手机 然后呢 下载一个手机宝的软件 然后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这种网信云的设备 然后呢 我们在用我们的网信云APP 然后直接扫码 然后绑定 然后呢 这台设备只要它有电连接我们的这个网络 然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收益 只不过呢 它这个呢 同样也是跟网信云一样 它是会在你手机里面去下载一些数据的 所以呢 像这个手机宝 还是推荐用这一些闲置的手机 经过以上呢 跟大家介绍网信云 包括利用闲置宽带 挣个零花钱的这些东西 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啊 最后呢 也抽几台设备送给大家 然后只要留言的小伙伴 都有抽奖的资格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也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给阿里来个赞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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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